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问天实验舱的发射情况 按照计划问天实验舱将于本月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今天上午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壁姚三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垂直转运 那此刻转运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刚 王刚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十分开始的 那么现在问天实验舱和长征五号壁姚三运载火箭的组合体 是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地使出了总装测试厂房 正在沿着这条近三公里的转运轨道向发射塔架行驶 那么在火箭顶部包裹的就是我们的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的重量是达到了23吨 它是我国在空间站的最大的一个单铁的一个舱段 也是我们此次就是大推力火箭发射的一个最大的航天器 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也是比较好的 据我了解是风力地面风势三到四级 应该是微风袭袭比较适合我们今天的转运工作 所以各个系统的参研参事人员也是一路护送着我们的长征五号币 摇三运载火箭走完它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段旅程 那么完成转运之后 我们的发射工作还要进行哪些准备呢 现场我们是请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副主任 毛副主任你好 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们时隔14个月之后 我们发射场再一次进行这种大推力火箭的这种发射任务 我们发射场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这十几个月来对我们发射场来说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窗口期 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呢 一个来是进行的我们发射场的设备设施的改造 主要来提升了我们的塔架 防雨以及我们的地面设备设施防腐的能力 第二来我们进行的一些可靠性的提升 提高了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能力 以及我们地面设备设施的可靠性 第三个呢 进行了一些例行的发射场的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那么通过这些工作 目前呢 我们发射场的设备设施是处于一个良好的专态 已经做好了家族发射的准备 那就是完成今天的转运工作之后 后续我们这个器件组合底 它还要在发射区它做完成哪些重点工作呢 这个运载火箭和这个航天器的组合体 转到发射区之后 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任务 进入到最后的加入发射阶段 那么运载火箭和航天器转到发射区之后 一方面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状态的确认 通过一些家电和检查 确保温天实验餐各系统 以及我们运载火箭地面系统 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第二个呢 我们要把运载火箭呢 从这个以前的测试状态 转移到家族状态 主要进行一些处前的置换和气节 第三下呢 那就是最关键的一项 就是家族发射了 整个的时间呢 是比较短的 那我们就是 汶天实验舱呢 也是我国空间站的 第二个大型的这样的舱段 它发射之后呢 要与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交汇对接 那它对我们的发射窗口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这次任务的非常重要 意义也非常重大 对我们发射产来说 也提出它很高的要求 由于说要和天上的核心舱对接 所以对我们的发射 特别是发射窗口 提出它更严的要求 一方面呢 就是单天的发射窗口啊 非常窄 我们叫零窗口发射 发射的时间呢 不超过三分钟吧 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型火箭 像长武这种直径五米的火箭 第一次零窗口发射 因为这大型的低温火箭呢 射程的工作非常多 风险也比较大 难度和应急处置都很难 所以说对我们组织指挥 应急处置 以及应急准备 都提了明确的要求 所以在这次任务准备过程中 我们对射程的流程 进行的优化和细化 并进行的多能的演练 特别对我们的预案 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这番任务呢 我们要保证它 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发射 所以说我们对后续的 推止发射 以及不同工况下的发射 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目前来看 我们这个考虑 还是比较完备的 好的 谢谢主任的介绍 稍后气件组合体 转运到发射区之后呢 这也意味着我们 长五臂遥三运载火箭 就进入了发射前的 最后的准备工作 那么此时此刻呢 在距离地球500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转运轨道上呢 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呢 也是完成了轨道的 一个控制工作 那就在昨天呢 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也已经撤离了 我们的空间站 为我们的问天实验舱的 到访 让出了对接窗口 那这一段时间 我也了解到 就是我们的载轨的航天员 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 交汇对接的一些 载轨的训练 做好迎接 问天实验舱到访的准备 好了 现场的情况 我就介绍到这里 时间交回也不是 好的 谢谢王刚发回的报道 我们知道 问天实验舱发射之后呢 将会与中国空间站进行对接 这呢 也是空间站 首次在有航天员的状态之下 来迎接航天器的到访 我们一直在期待着 我们一直在访 感谢观看